禁圆珠淵不可忽视的五个操作小细节 告别伤害拉垮出伤慢 告别操作施法被打断 告别强化点数击散慢 一发打完不够看 如果觉得有用 望义愤们点赞关注支持下锁子 祝单发出珠淵十年出满命 谢谢 细节一 普攻是在闪避 当珠淵释放向左或者向右时 释放普攻可以自动闪避 第二段普攻长按时触发后翻滚 也可以进行自动闪避 不过这个需要一定的预判 反而普攻期间 移动方向向左向右向后 都会自动进行闪避 如果熟练这个操作 这也就意味着在释放强化普攻时 你现在不会受到敌方的影响 做到边跑边打伤害 最主要的是触发自动闪避 是不会消耗掉常规闪避的CD 熟练掌握普攻闪避很重要 细节二 想要打出的伤害不会变低 那么你就需要注意 珠淵的输出位置了 如果珠淵离敌方的距离很远 尽管珠淵属于远程爆发 虽然可以打到敌方 但是因为距离太远 就会导致伤害衰减 尽可能的使珠淵处于一个 相对安全的位置即可 细节三 快速取消强化普攻前遥 你是不是发现 每次打强化普攻时 都会先释放一段物理攻击 才会接上以太伤害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取消这个前遥呢 有 并且有两种方法 方法一 使用常规闪避后 直接接上强化普攻 方法二 使用强化特殊剂 也可以直接接上强化普攻 一般情况下 优先使用闪A 来实现快速打出强化 世界四 快速获取强化点数 你是不是还在无脑的普攻三套 来获取强化点数 那么你就out了 触发快速支援以及闪避反击时 获得一点强化 注意了 此时如果接上普攻 将会从第三段普攻计算 也就是说 极限支援或者极限反击 加上后续三段普攻 即可以获取三点强化点数 但是需要注意 如果触发快速支援 以及闪避反击后 移动方向键 普攻则会从第一段计算 触发远程弹反 会获得三点强化 都知道吧 所以要合理运用正切和反切 精准触发猪渊的远程弹反 细节五 快速爆发连招 如果使用强化普攻 暂装饰出出 你会发现猪渊一套 打完五点强化普攻后 会有一个停顿 但是如果使用散A 接上强化普攻 释放强化普攻的同时 向左向右移动触发滑步 你会发现一套打完 消耗六点强化 并且滑步消耗的强化点数 也是和强化普攻的伤害一样 出伤极快 所以猪渊快速爆发连招即为 散A接上强化普攻的同时 向左向右移动触发滑步 后续循环即可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